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俄罗斯在昨天24日又重申了他们的指控 就是乌克兰计划引爆一枚脏弹攻击俄军 而外界质疑俄罗斯在贼喊捉贼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警告说 俄罗斯如果使用所谓脏弹或者是任何其他核武器 将会面临性质严重的后果 与此同时美国众议员呼吁拜登双管旗下 军援乌克兰的同时也与俄罗斯谈判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报告显示说 克里姆林宫连着两天加强指控乌克兰计划使用脏弹 进行袭击的说法 10月23日 俄国国防部长邵伊古给美、英、法 还有土耳其的国防部长打了电话 指控乌克兰 在昨天24日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又给英国的军事高层 还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 打了电话 指控乌克兰 除此之外 俄罗斯计划在今天25日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提出对乌克兰的指控 同时俄罗斯核辐射、化学 还有生物保护部队将军基里洛夫 做简报的时候说 俄军正在准备 在放射性污染的条件下展开工作 换句话说 这也暗示了如果真的有放射性物质的话 俄军是有能力在这种条件下执行任务的 乌克兰方面否认俄罗斯的指控 泽连斯基说 俄罗斯才是唯一能够在当地使用核武的国家 普京其实自己正在计划这样的行动 却对乌克兰倒打一耙 除此之外 北约还有美英法都拒绝俄罗斯提出的这些指控 指责俄罗斯正在密谋 即使是想要升高乌克兰的局势 一些西方官员还警告说 俄罗斯的指控可能是俄军想要对乌克兰使用这一类武器的借口 拜登在今天25号对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使用脏弹的说法 也发出了警告 他说如果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的话 将犯一个严重的错误 那么让全球文之色变的脏弹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引起各国的强烈关注呢 脏弹是一种可以通过传统炸药的爆炸力 将里面的放射性或者生化物质散布到空气中的装置 法新社报道说从来没有人引爆过这种武器 与原子弹或者是氢弹相比 脏弹的危害范围有限 但是对特定区域还有当地人会带来影响 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表示 脏弹不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而是大规模骚乱的武器 这也意味着只有在爆炸现场附近的人 才会暴露于会立即产生严重疾病的辐射量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确认说 这个机构一个月前进行了视察 所有发现都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声明是一致的 在乌克兰核地点没有发现任何 没有经过申报的核活动或者核材料 随着乌军夺回赫尔松90多个据点 俄军面临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俄军真的会放弃赫尔松吗 外界质疑 俄罗斯的脏弹之说就是贼喊捉贼 日前泽连斯基连线美国还有欧洲领导人说到 俄军为了掩饰撤退还有拖延乌军的进攻 正在酝酿一个震惊的计划 准备炸毁赫尔松的卡夫霍夫卡水利发电厂 目的是炸毁大坝引发洪水 摧毁乌克兰南部的大片地区 他还警告其中的严重性 泽连斯基说 大坝的摧毁将切断克里米亚供水的能力 如果俄军准备这样做的话 那就意味着俄军清楚的知道 他们不仅会无法守住赫尔松 而且无法守住 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乌南整个地区 泽连斯基还指出 俄军的行动可能会影响到 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反应堆的所需要的水 而这可能会引爆巨大的核污染灾难 在今天 30名民主党籍联邦众员直函拜登 呼吁改变策略 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还有经济援助之外 也要试着与俄罗斯采取外交途径 找到解决方案 找到乌克兰人能够接受的计划 来终结乌克兰战争 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右派透明组织马可波罗 撰写了634页爆炸性报告 爆出了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的内容 并且把内容寄给了两院所有国会议员 这份报告中指控在6项罪名中 拜登对于亨特的行为都知情 但亨特的律师斥责是诽谤 白宫也拒绝回应 非营利组织马可波罗 是由川普的前幕僚齐格勒创立的 齐格勒经过近两年的研究 并且在私人调查人员 还有律师团队的协助下 完成了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声称 拜登在2010年的6月份 到2016年的12月份期间 共谋犯下了6项罪名 包括逃税 违反联邦总统记录法 和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并且利用公职 非公开资讯来获益 这份报告还指控亨特·拜登 犯下了459项罪名 包括召记 分销并持有毒品 欺诈政府机构 海外非法游说与洗钱 齐格勒指出 马可波罗报告梳理了 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中的电邮 短信还有照片 并且整理了指南 给执法人员 还有国会调查人员 供他们发出传票 成立刑事案件 这个报告同时 也已经寄给了众议院和参议院 共535名成员 这份报告中 以字母P来称呼拜登 根据马可波罗报告的消息 亨特公司为拜登个人账单 负担数千美元 报告指控拜登企图逃税 没有肇实向国税局报税 而这也显示了拜登 一直说他与儿子 没有财务关系的说法 并不真实 白宫和亨特律师团队 都没有回应 《每日邮报》的置评请求 但是亨特好莱坞律师莫里斯 他在24日称 这个报告是诽谤 莫里斯此前 已经和马可波罗起过口角了 中级选举就要临近了 红色浪潮可能正在席卷更大的地区 包括曾经被民主党视为尾赢的纽约州州长选举 也正在快速的出现反转 这显示了选民们正在远离民主党 近日的库克政治报告中 俄勒岗州第六国会选区被定为了摇摆区 原因是这个区民主党只占了4%的优势 与此同时 俄勒岗州的第五国会选区也被定为了摇摆区 原因也是民主党只占了2%的优势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专家说 由于民主党在犯罪还有种族问题上 做出的很多决定不受欢迎 所以民主党的选情在这个地区也不利 民意调查公司的约维诺表示 像俄勒岗州的整体状况 将是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个缩影 比如曾经是美国首区意志摇摆州的佛州 可能会在今年翻红 因为共和党人在非法移民 还有分裂文化等等问题上 都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即使佛州近期发生了毁灭性的飓风 也没有削弱共和党的势头 约维诺认为 像俄勒岗州还有纽约的前景 也可能都会是翻红 原因是共和党着眼解决民众 对腐败还有无能的担忧 特别是在经济 犯罪还有教育方面 而这些也都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所以共和党将会出人意料地反转选情 他提到 纽约的情况也如此 纽约保释改革法造成了犯罪上升 这是选民反对民主党 去年纽约长岛出乎意料地变红了 那么今年可能会再次变红 另外外界看好共和党人会赢得众议院 原因是美国选民对目前经济状况的不满 如果共和党人在几十个竞争激烈的选区 获得了其中的五个席位 那他们就有可能夺回众议院 目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他已经公布了对美国的承诺议程 其中就包括打击通货膨胀 非法移民和只允许女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等政策 这是共和党将在下一届国会出席提出的经济 边境安全和其他政策的概括 那么如果共和党赢下了中期选举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报道说 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以后 像是堕胎 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严厉的枪支管制等等 民主党的优先事项将会被立即的搁置 而拜登的大部分议程 在他的任期的最后两年 实际上也无法推进 而在参议院 无论哪个党派掌控 都可能只获得非常微弱的优势 拜登在任期间的大部分立法 都还将是参议院两党谈判的产物 如果最终民主党控制参议院 共和党赢下众议院 那么两院不太可能找到太多的共同合作点 但是共和党人可能会在某些立法上 赢得民主党参议院的温和派 距离中期选举还剩两个星期 到目前为止 全美已经有800多万人完成了提前投票 据美国选举信息平台的数据 截止到10月24日 在所有提前投票的选民当中 有169万多选民到投票站亲自投了票 有622万多的选民他们邮寄了投票 美国选举信息平台的创始人 政治学教授麦克唐纳预测 佛州的投票率将领先全美其他州 排在其后的是加州 乔治亚州 还有密西根州 据信息平台数据显示 截止到10月24日 佛州已经有116万选民提前投了票 密西根州有70.1万人邮寄了投票 截止到10月23日 乔治亚州已经有83.7万选民提前投了票 其中大部分是亲自到投票站去投票的 截止到10月21日 加州已经有107万人邮寄投票 据CNBC的报道 最近在战场州的系列新民调显示 选情正在倾向共和党 中期选举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红色浪潮 像俄亥俄州的民调显示 两党候选人的参议院席位竞争是相当激烈 支持率都是46% 但是有40%的选民 他们说更希望共和党控制三众两院 只有33%的选民说希望民主党控制两院 除此之外 美日电讯报的最新民调还显示出 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雷克 他以49.2%对46.4%领先于民主党对手霍布斯 而且雷克的领先优势是越来越大 为了力挺共和党候选人 麦嘎的发言人哈巴表示 共和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将会在选举前的最后几天继续花钱做广告 他说我们将继续花钱确保每一个人在10月8日到达他们所需要的地方 我们必须让人们出来投票 这方面我们认为前川普总统是最佳的代言人 川普在活动还有集会上露面比做广告更有价值 哈巴还强调 我们有川普 他在共和党的民调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他在帮助这些候选人把信息传播出去 这是非常宝贵的 他说川普是两周内共和党赢回国会控制权的最重要的部分 好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 俄罗斯近两天反复加强放风乌克兰会使用脏弹的说法 外界认为俄罗斯是贼喊捉贼 您是怎么看的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那么离中期选举还有两周的时间 由于2020年的大选有很多的质疑声 所以美国人也都在关注美国将来的走向 因为这关系到美国人的切身利益和在国际中的领导地位 小兰也会在北美的节目中 会带您多关注一下美国的选情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记点赞订阅留言和转发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